拆輪子的話 首先就是看這邊 這是一個吸環 吸環有兩個勾 那我們拿這種一致的 這麼大的尺寸 我們插在勾裡面 然後利用旋轉以後 這個東西就很容易掉出來了 就這樣子 然後 另外一邊就把它推出來 但是8000的話是因為這邊 還有一個塑膠蓋住 所以它要拆不能像這個機種拆一邊 它還是要兩邊都一起拆 也就是說另外一邊相對的另外一邊 也是要跟剛才的動作一樣 就是把這個插進去 然後轉一下 然後讓它下來 那下來以後 這邊如果有個塑膠的話沒關係 你就是從它有個孔 從這邊往這邊頂過來 頂下來以後就這樣子 然後再把新的東西再放回去 然後再插回去 插上去以後 插上去以後 然後可以 可以把這個再換在這上面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可能會拿一隻 一隻這個我們一個鎳子 把它換在這個勾槽 這邊有個勾槽嘛 然後換在勾槽以後 再把它用平的 這把壓進去 這樣就進去了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來到這邊的話 我們一樣 這樣這裡有個勾槽 要注意你要放在勾槽上面 放在旁邊的話 放不下去 然後這個放在這上面 然後 再把這個 給壓進去 有時候會稍微掉下來 但沒關係 多次兩次就可以了 以上的動作大概是這樣子 那八件的話沒關係 這邊雖然是有一個東西 但是一樣可以 可以那個 是吧 好了 Architect